全台最后一档资讯月 今天早上在台南南方世贸举行 本次展场的最大卖点就是硬体与APP的结合 可以应用在生活与教育上 让数位科技在生活应用上更加便利 看起来像耳机与麦克风的装置穿戴在额头上 透过脑电波感应与软体程式的应用 就可进行专注力的提升 所以可以透过这套课程就可以了解 所以小朋友他的专注力跟他的放松度 可以灵活的来运用 还有日本电子大厂利用近距离无线通讯技术 将手机与相机功能结合 互相碰触以后 那我们就可以省去掉 我们的Wi-Fi蓝牙上面的 以往需要拨接需要输入账号密码 现在都不用了 本次活动主题在于智慧创新与驱动未来 透过软硬体的结合 让原本教学与手边3C产品的应用更加便利 最主要就是要强调 我们在民众在生活上的便利跟效率性 所以在展场里面 有展示了很多的APP的应用程式 台南资讯月即日起到14号 共规划四个区域 想体验新的数位科技 与APP应用的民众 可得把握机会了 新唐人台电视张博顺 林津吉 台湾台南常文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